各位同學好 我們來看範例2 碰撞公式 那碰撞公式呢 其實就是最上面寫的這兩條 我們在前一個影片也介紹 彈性碰撞的公式 那就是推理出 只要兩個物體之間 是做正面彈性碰撞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預測 在它還沒有碰之前 就可以直接預測說 它碰了之後的速度了 好那麼 今天這題很簡單 就只要帶公式就可以了 像是今天是甲和乙球 那我們可以把甲稱為1號 乙稱為2號 這樣就比較好帶入我們的公式 那第一個 請問甲碰撞後的速度是多少 那根據我們上面的公式呢 就可以這樣子寫 甲的 質量是2 乙的質量是3 2加3分之2減3 去乘上甲一開始的速度是5 再加上 2加3分之兩倍的 對方 兩倍對方乙是3 再去乘上-15 這樣子 那這樣就可以算出第一小格 所以第一個是負的5分之1 乘以5 再加上5分之6 乘以-15 所以是-1 再加-18 所以是-19 這就是第一小格 那乙呢 這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是直接帶公式 第二個方法是 我們彈性碰撞有另外一個公式叫做 我靠近你 等於你遠離我 對不對 接近速率 等於分離速率 這個也可以直接用 那我們今天已經知道 甲一開始的速度是5 然後乙一開始的速度是-15 這要考慮方向 然後乙後來的速度是 不知道 然後甲後來的速度是-19 所以可以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算出乙了 v'以後來的速度就會是 20 再減19 對不對 這就等於1 那如果你是帶這個第二個公式 會得到一樣的答案 你可以自己帶帶看 那所以這就是第一小題 那第二小題呢 執心速度 有執心速度的公式 也是在我們的1-3 有介紹過 1-3有介紹執心速度 公式就是N1v1 加N2v2 去除以 N1加N2 也就是我們上面 上面畫的這一個 上面寫的這一個 圈起來的 好 那也很簡單 直接帶入 數字 甲的質量 2 甲一開始的速度5 加上乙的質量是3 一開始的速度-15 再去除以2加3 所以是10 去減45 -35 去除以5 這是-7 好 那麼 碰撞前碰撞後 其實因為 今天是動量守能的關係 所以執心速度是不變的 在這體裡面呢 在這體裡面呢 甲和乙 所受外力合為0 好 所以 總動量守恆 執心速度不變 所以 答案也是 碰撞後 跟碰撞前的 執心速度 都是-7 這樣子 那 最後呢 系統總動量 系統總動量 其實就是 總質量乘上 直行速度 總 動 量 其實就會等於 總質量 去乘以 直行速度 如果我們看直行的公式 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N1 V1 再加 N2 V2 其實就是 直行公式上面 分子的部分 然後會等於 把分母乘過去另外一邊 變成N1加N2 總質量 去乘上直行速度 所以 總質量乘上直行速度 就是總動量 那 總質量是2加3 直行速度是-7 所以乘起來是-35 公斤乘上速度 那 因為前後 直行 所受外力合為0 所以 它其實就是 總動量守合 所以 第三小題答案 總動量一直都是-35 所以答案就是這樣 答案就是這樣